大王 王后 要不奴婢再让珍珠去打探一下 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姑姑不用去了 去也无用 王后此话何意 蜜月 她不会走了 为什么不走 这个我也不止 但我猜想 她不会走 蜜月没有道理不走啊 她跟黄蝎情投意合 不是发誓要白头偕老吗 黄蝎为了她器官逃婚 她为了黄蝎假意给王后当应事 黄蝎为了救她险些丧命 她为了给黄蝎报仇才进得秦宫 如今王后千方百计要成全 水到渠成 她怎么反而不走了 我也曾和姑姑想的一样 可惜 岁月如丝 物是人非 这些年经历了这些事 就算黄蝎还是过去的黄蝎 芈月 已经不是过去的芈月了 是我想错了 这么说 她想要的 已经不是她当初想要的东西 更不是她该得的东西 姑姑不要说了 这是命 我不认你 我不认这个命 公子或许已经听说 诸国在公孙岩挑唆下 正准备联合伐秦 楚国身为大国 应有自己的盘算 不该为他人所用 望公子能说服楚王 不要与秦国为敌 即使争霸天下 就要各显其能 黄蝎回楚之后 不会故意与秦国为敌 但会更多地为楚国做打算 前次秦楚开战 令楚国丧失汉中六百里 恐怕楚王此刻如梗在后 公子人品贵重 可惜不能为寡人所用 来 寡人敬公子一杯 大王请 公子再干一杯 下次碰面 无论是敌是油 均是缘分 能与大王一罪 皇蝎何性不知 这第三北 诸公子一路顺风 大王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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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丫头 大王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没泄息呢 大王这里 许久无人打理 明月于心不忍 你这是何苦呢 寡人都已经说过 等你腹中的孩儿出世后 你再来承明殿 给寡人整理书箭 可惜这孩儿 和他娘亲一个秉性 心急起来万事顾不得 今日这孩儿 在我肚子里踢打不停 想来 是在宫中待得烦闷了 要我带他出来散散心 我带他过来 刚进了大殿 便立刻安稳了 寡人看看 这个孩子 为什么到了承明殿 就安稳了 因为 因为承明殿 输赢四壁 莫乡四一 看来是个喜好读书的孩子 记得寡人 第一次遇上孩子娘亲的时候 却以为她是个指指小用鞭子的野丫头 谁料竟与书斩有缘 好好的 怎么哭了 月儿没有哭 月儿 月儿 只是心里头更亲密了 你亲密就好了 你该知道 你在寡人心头的分量 寡人疼你 疼咱们的孩子 大王 梁月儿 绦备你 行了 好了 别哭了 別哭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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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八子 张子 久违了 八子 多日未见 这果实已经成熟了 大王换我到承鸣殿一室 宫室一丸半点私室 来看看你 张子是我一直想见又不得见的人 你若再不来看我 我就去见你了 张仪做什么不妥之事 让你如此惦静 是因为芈月有一事不明 存在心里许久 说出来后望张子答疑解惑 敢说无妨 张子可否告诉芈月 那日四方馆是怎么回事 什么四方馆 张子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那日我和子歇 都是被不知名的神秘之人 约到四方馆去的 现在想一想 那人不该是想要害我们 说起来 四方馆是最周全的地方 如此安排证明 太像张子的手法了 这事你可冤枉张仪了 有人想作局 大王担心你们不知凶险 掉进其中 接下来的事 我张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大王 要谢你就去谢大王吗 难道大王知晓这一切 大王的眼睛无处不在 只是他情愿看到 还是不情愿看到 那大王不疑心芈月 与子歇有私情 大王当然知道 你与公子歇良小无猜 情投意合 当然有私情 但是大王深信 你已经是秦国的八子 而非楚国的公主了 那最后的结果证明 大王没看错你 谢张子 帮芈月解开了这个心结 这心结是你自己解的 与在下无关 方才张子提到 说有人做局 这事有些蹊跷啊 做局的人藏匿很深 我想大王多半是因为 揣摩不透对方的用意 所以把这事暂且放一放 这阵子大王特别忙 天还未亮 就跟司马错和公子华 一同出城去巡查军务了 这样看来 寒谷关外的风声 是日渐紧起来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恭送八子 王后 大监免礼 大王说监管兵器制造的大工也 叫工匠们研制出一批新的兵器 正好樗里子也从寒谷关回来了 要和他一起去看那些兵器 这几日大王就住在宫外了 后宫的一切就交给王后 大王还说 宫中有王后住持 她很放心 知道了 那老奴就告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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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按摩